好另外大过年要带家人外出用餐要注意咯 餐厅可能会临时加价 来看刚开幕三个月的韩社艾美就被网友投诉说 原本订好位子咯 价钱是一个人1260块 但是除夕夜的前两天 突然是以简讯告知说 一个人成了2068块 几乎狂涨了一倍 而经过客宿之后才获得优惠 但是还是多花了660块钱 好面对这样的状况消机会是表示说咯 业者应该要以原价来收费 民众是可以要求业者来退茶奖 小伙煎烤再用手放上一片生育片跟草莓 精致点心让人看了食指大动 韩社艾美开幕三个月 餐厅就打出名号 不过却在除夕夜爆出消费纠纷 除夕夜到五星级餐厅用餐 不过餐厅却在两天前以简讯告知 一个人要涨价近800块 让民众无法接受 不满全上网书发这位网友说 去年12月向餐厅定位 明明价钱就是1260元 却在除夕夜两天前用简讯告知 变成2068元 不满抱怨 餐厅又表示可以打九折 一人算1880元 消息一上网 网友加入抱怨行列 有人建议提告 有人痛骂餐厅太嚣张 有的说太扯太过分 要是自己就不吃了 有点夸张 要是你的话还会吃吗 还是 可能换别家吧 应该不止那家可以选择 你临时涨价的话就没办法接受 民众都述不接受 消保官也认为 餐厅应该以原价收费 消保官提醒消费者定位完成 就代表契约成立 餐厅不应单方调整价格 而且业者以简讯或电话通知调整价格 消费者可不接受 餐厅表示成本加倍 加价合理 而且已经向当事人道歉 并且和解 但临时加价的做法 已经让一场除夕团圆饭变了调 中天新闻黄宝彤 宣布好 台北报道